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电商市场 相关数据统计,近2018年上半年,中国网购消费总额超过了4万亿 林子大了,真实的鸟就格外凶残 2018年,阿里福正张勇,马远退去幕后 京东阴创始人东窗事发丑闻缠身,遭逝直腰窄 拼多督看似逆流而上,一军凸起,却被山寨包围,做着网购到吞十几年的大梦 苏宁强势扩张渠道,似乎想靠线下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似足鼎立,看似牢固的结构,却漏洞百出 如今进入2019年,又该何去何从 包足公遇到卖者阿里,是国内电商行业的开拓者,几乎稳坐头把交易 不过,淘宝曾因为商品质量和价格问题受到质疑 于是,阿里在2012年成立天猫,让品牌商直接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从而遏制制甲多价的源头,重新塑造品牌形象 天猫慢慢开始代替淘宝,成为阿里的门面 淘宝近三年GMA对比,不过从近三年淘宝和天猫的GMA对比可知 虽然两个平台都成环比增长,但整体淘宝占比依然高于天猫 早期商品质量问题,其实并没有从源头上解决 或许是为了吸取淘宝早期的教训 京东选择学习苏宁,靠自营起家 通过给买家提供高效的售后和运输服务 在阿里和苏宁的家部中,努力生存 站在消费者角度来说,京东自营商品虽然品类较少 但如果质量相对可靠,售后和物流体验也不差 也能勉强接受 但自营,意味着增加品类,情节操作物流 这些都由京东自己承报,需要投入的成本非常高 于是,京东开始成为自营与第三方卖家结合的混合平台 通过自营赚口碑,到卖第三方卖家的商品赚差价 京东一直把自营的JMV占比维持在50%以上 亦保障用户体验 当然,在刘强东心里,口碑好到了一定地步 重要性或许就赶不上差价了 于是,建立在京东电商生态全基础上的第三方物流 科技服务和广告应遇而生 根据京东2018年三季度财报显示 京东第三季度仅收入1048亿元人民币 其中自营商品的销售收入,为939亿元 占比89.6% 服务收入109亿元,占比10.4% 从利润看,当年第三季度京东营业利润为-6.5亿元 显然,目前建立在京东电商生态全基础上的第三方物流 科技服务和广告等的服务收入规模少小 仍不足以覆盖京东的运营成本 无论从营收还是利润角度看 目前京东的商业模式都是卖产品 或者协助第三方商家卖产品 并通过京东物流,做好电商配套服务 本质上还是一个倒卖转差价的二道贩子 野心很大,能力不足,强哥也很委屈 折羞部和智商是舆论战,通常是资本战役中的极先锋 刘强东出身贫寒,在能将此地创业的典型形象 媒体人无数力评价刘强东,更能够拥有创 一梦想的普通人带来幻想,因为他可以被效仿 看起来更真实更容易接近 他出身平凡,形式鲁莽 所以,刘强东一直很忙,奶茶刘太太也很忙 忙着秀恩爱,忙着让秀恩爱上热搜 丑闻被爆出以后,强哥更忙了 忙着喊烟,忙着粉饰太平 1月19日,京东商城CEO学雷出席京东物流年会并发表演讲 比较罕见的是,这次年会,刘强东并未出席 生存的底线,成为了发展的枷锁 即先锋在紧要关头调软了方向,一刀而下,直中要害 当然,常暴舆论甜透的,除了刘强东,还有黄征 拼多多,号称中国成长最快的电商品牌,只用了两年零三个月 就实现了京东历时十年才突破的一千亿GMV 它比京东有着更快的成长速度,在订单量、渗透率、用户使用时长等维度超过了京东 但是本质上,他们走的都是,以亏损换规模流去上市的路径 拼多多最基本的商业模式是拼团,通过低价加报款激发用户拼团的意愿,从而大量积累用户 同时,通过免佣金、免费上首页等方式,吸引品牌商家入住 降低品牌商家的成本压低商品的价格,实现前期流量的快速积累 拼多多靠野路自发家,但是商品的质量分次不齐,充斥着大量的山寨货 差价里都是消费者脚内的智商水,随着假冒伪劣商品的曝光,病兮兮,和只要一般书片还能吃 就会觉得值,谎为流传 单纯依靠低价和人口红利的商业模式,注定缺乏核心竞争力,拼多多若不做出改变 当人口红利达到瓶颈时,将很难实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单腿翘和双线跑开始的不牢靠,腹背受低就变得很容易 在苏宁推出强调正品好货的苏宁拼购时,拼多多慌了神 新品牌计划当上新国货计划,苏宁依托自身产店链和平台优势 以注重商品品质玩亮点,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交电商之路 只不过,线上玩法中绝浅,决之此事要攻行 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苏宁新开文店8000多家 其中,面向城市社区的苏宁小店,新开4000多家 更有意思的是,苏宁要小店不拒试店,更成为前置仓 实现商品覆盖范围,地域服务范围内临时捕获,降板增向 场景互联形成完整生态圈,苏宁的底牌不再是连锁门店 刘强东眼红了 所以,他2017年4月高调宣布,未来5年,京东在全国要开始超过100万家京东便利店 其中一把在农村 这是继1万家京东家电专卖店,5000家母银体炎店计划后的第三个现象合作项目 可是从2018年8月开始,随着手笔改坏门名的京东便利店 一年合约到期,店主们表示,跟期望相差太大纷纷要求解约 这打不住的闭店朝奔支他来,支开千店,百万便利店的豪言壮语 成了真相预警 在刘强东远景里,大概是希望他们能跟着米尼苏达往事,一起被公众逆忘吧 感谢观看